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職經討論會 我們今天是回應一些聖經的問題 好,第一條問題就是 聖經記載猶大知道他害死了無辜的人 耶穌,然後上吊自殺死了 即是說猶大起初出迷耶穌 是不是不知道會害死他呢? 這個問題是關於為什麼 猶大會後來後悔 他初頭又會出賣耶穌呢? 這個問題就有不同的解釋 有些人認為這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聖經沒有說 聖經沒有說為什麼猶大會出賣耶穌 有些人認為猶大對耶穌失望 即是說他以為 耶穌會復興以色列國 復興以色列國 他以為耶穌會成就這些預言 其實當時也有很多猶大人有這個心意 就以為耶穌是成立一個地上的國度 他沒有看到,他沒有明白到 因為他以前所預言的 主要是一個熟靈的國度 是那些人怎樣跟從神 從列國的人去跟從神 他們就不知道 於是他們會失望 他們會失望 為什麼耶穌沒有做到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失望也不代表會出賣 有可能他的生命根本很腐敗 因為聖經記載他多次偷錢 他覺得犯罪不重要 所以這是一個可能性 其實犯罪的人很多時候 他們未必會想得通透 他們會想通他們所做的事 其實是被魔鬼迷惑 為什麼他又後悔呢?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聖經只是說到他後悔 他覺得自己做錯了 不知道他期望什麼 期望到底是... 其實他也告訴那些祭司 我告訴他們耶穌在哪裡出賣他 明知道他們抓他 那時候沒有想到他會殺死他 只是禁止耶穌傳道 還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一些推察 是沒有辦法明白的 所以我們只是說他當時來說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可能 他不以為那些祭司不會殺人的 應該只是禁止耶穌而已 有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耶穌有警告他的 耶穌有說到 賣人子的人有和料 這人一生在世上賭好 當猶大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他應該醒悟的 但他沒有醒悟 而當他知錯的時候 他的選擇去自殺 他不是選擇去求神赦免他 真心悔改 神也是會射免他的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選擇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 下一條問題 在《路加福音》有一章十六到十八節說 連你們的父母、兄弟、親族、朋友 也要把你們交給官府 你們中間也將有被他們害死的 他們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憎恨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不會損失 這裡說到一根頭髮也不會損失 但是前面說到我們會被人害 而且門徒和跟從基督的人 都有一個殉道 就好像有些矛盾 為什麼你一根頭髮也不會受傷害 損失呢? 由這個經文所說的 其實耶穌說的說話也說到被殺死 說到被殺死 所以其實耶穌並不是說你的身體不會損壞 而是你們也會被殺死 所以這裡是所說的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如果不是神許可 你一根頭髮也不會損失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是說到神有能力保護你 或者在屬靈上保護你 你不會受到傷害的 神會在屬靈上保護你 但是呢 其實這個經文可以給我們一個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說 就算我們被殺 我們都在神的手中 我們會發生什麼事都在神的手中 神會掌管的 神會照顧的 如果不是神容許 我們沒有一件事會損失 而即使是損失呢 神都在屬靈上保護我們 我們有永生和永遠的賞賜 所以這個一根頭髮不會損失 就不可以 切它為一個 必然 神會保守我們的身體健康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們 而這個意思是 這些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而即使身體有受損害 屬靈上都是神會保守我們的 這句說話似乎有矛盾的 但是呢 當我們明白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的時候 我們就有信心了 即使有一天我們受迫白 我們都會說 如果不是神許可 沒有一件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而神知道的時候 神一定會祝福保守的 OK 好 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說 許多信徒都一心一意 而沒有人說他 的任何東西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那些東西都是大家公用 然後呢 就在《士路人傳》五章三到五節說到 阿拉尼亞 阿拉尼亞 為何撒旦充滿你的心 使你欺騙精靈 把賣田地的錢師至樓下 一部分呢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 既賣了錢不是你作主的 你心裡怎麼會想這樣做呢 你不是欺騙人是欺騙神 阿拉尼亞一聽見這些話 卻撒旦充滿了 卻撒旦充滿了 所有聽見的人都非常懼怕 其實在這句話之前呢 是因為阿拉尼亞說謊 重點是他說謊 因為你沒有 拿出經文出來 是因為他說謊 就說這是全部的錢 比特曾經有問他們 這些是不是全部的錢 他們說是 所以他因為說謊 這個罪 就是他沒有奉獻所有 但是他要告訴別人 我已經全部奉獻了 所以這就是他的罪 就是他欺控性 就是他沒有奉獻 他要告訴別人 他奉獻了 這個就是為了面子的緣故 這個經文就讓我們看到 神是可以有權去審判我們的 神可以審判 即使我們今天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神都可以即時的審判 神沒有選擇 時事這樣做 但是神可以選擇這樣做 為什麼他會選擇這樣做 有可能就是 給初期教會一個警告 也是給我們後世的基督徒一個警告 但是神始終是希望我們 就是會珍惜我們有的機會去悔改 就不會說隨意犯罪 不會覺得犯罪不要緊 就是任何時間 我們知道自己有犯罪的意念 我們都需要知道是很嚴重的 是不可以輕看這件事情 牧師啊 你說他講謊 但是那個《使徒行傳》五章呢 是他 真的說到他留下一部分錢 然後就交給門徒 但是門徒已經馬上說 你為什麼欺控聖靈 但是又沒有問他這些是否全部 你看一下後面那裡 他問他太太的 你現在揭開聖經去看 是否都是《使徒行傳》五章呢 跟著他就 跟著他就 跟著他太太就進來了 是 我見到她太太進來了 直落的 但是這裡 他說約過了三個小時 他的太太就進來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比德就對他說 你告訴我 你們賣田地的錢是否這些呢 他說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 但是這個是他問他老婆 但是他也沒有問他老公 這條問題 你們為什麼 同心試探主的靈呢 就是說他跟他丈夫都試探 某個原因是沒有說出來 就是這個經文沒有說完 比德跟他說什麼 或者是阿勒尼亞來到比德面前的時候 就是他講什麼說話 就沒有說到前面的部分 可能就是前面的部分 他就好像給人有個印象 就是這裡就是全部的錢 好 麻煩牧師 OK 好 好了 下面 其實當然是自願的 問題就是有沒有欺騙 六家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和三十八節 這裡說到耶穌為何叫門徒買刀呢 有些適經的書 就說當時的人旅行是習慣帶刀的 用來智慧 就好像戴前郎和口袋一樣 也有些人說都是象徵聖靈的寶劍 就在路加二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節 那裡說 耶穌說對他們說 但如今有前郎的要戴著 有行郎的一樣 或有刀的要買衣服買刀 他們說主啊請看 這裏有兩把刀 耶穌對他們說夠了 但耶穌吩咐他們去以色列 和吩咐他們以後傳道是有分別的 在吩咐他們以色列的時候 就是不要戴前郎 不要多戴衣服 這樣就 還有不要戴刀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 耶穌就跟他們說 你們可以戴刀 那這個分別 其實耶穌沒有解釋的 不過我們都是從聖經 或者當時的情況去思考 去分辨可能的解釋 那一個可能的解釋 就是因為以後他們要傳道去到列國 那以色列國呢 就是屬於神的 其實當時他們沒有國家的 不過以色列人是屬於神的 所以呢 當他們宣講神的道的時候 是有人去接待他們 但是去到列國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認識神 所以不會有接待的 所以他們就可以戴前郎 那至於說當時 帶刀呢 可能是一種的 起碼的保護 在當時來講 就是因為當時來講 他們那個 治安和今天是不同的 在羅馬帝國 是有很多地方有賊 在某些地方的時候 是可以被人打劫 那麼耶穌就 在這裡就講到 他們可以有的基本的保護 那麼 譬如今天那些 那些 有些出名的傳統人 宣教士呢 他們也有保鏢的 那麼我 我不是說一定有保鏢 不過就是 我們不可以一定說他錯了 因為真的有些人呢 是會 尤其是去到一些國家 是會 可能受攻擊 他們是會有一些保鏢 保護他 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說呢 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未必會 好像在以色列國 當時的情況 他們有可能會受攻擊的 所以耶穌就跟我們說 你們可以買刀 這個也是 我們推想的意思 因為聖經是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當時買刀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的說話 我們是不知道 為什麼當時這樣 那麼我們就是 可以的 我們就是 從 整管聖經 以及 屬服聖經的 邏輯去分辨 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是 耶穌也說 不用再買了 行了 夠了 這樣 不是要叫他們 很多兵器 而是 有些起碼的 保護 至於說 聖靈寶劍 這個我覺得 有點牽強 就是 為什麼要拿刀 代表聖靈的寶劍 應該要拿一本聖經 對不對 所以 不過當時他們的聖經 不太容易 像我們這樣拿著 因為他們的古卷 是很大的 在舊約的古卷 是很大的 那麼 後來才有 印書 小型一點的 還有 新約聖經 抄寫的時候 是用那些 一種 一種 草 整成的 那些 就是 比較輕便一些 但是以前那些 舊約的 就是 很重的 所以他們都不容易 帶聖經 OK 好 下面 他們聚集的時候 等一等 問耶穌 主要你 要在這時候 復興以色列國嗎? 是 一章六節 者女說 復興以色列國 上網 有些聖經說 是指 屬靈的國度 並不是 屬世的 以色列 即是 是否指 已經在1948年 復國的 以色列國 這樣 對不起 這裡 是否 即是 不是說到 以色列國 是說到 屬靈的 其實這個經文 也是 沒有清楚 說到 到底耶穌 說到 復興以色列國 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 屬靈 還是 國度的復興 我覺得 是 國度的復興 就是 這個世上的復興 是 門徒 應該問的問題 第一 這是當時 以色列人很關注的問題 就是 他們很關注 以色列國 復國 因為當時他們是亡國的 那時候是 羅馬統治他們 他們是沒有國家的 那麼 這是 一個原因 另外的原因 就是 就是 因為他們 如果想到 屬靈 復興以色列國 他們應該想到 屬靈 復興以色列國 就是他們 應該去傳道 就是 這件事 就不是 那麼一下子 可以做得到的 在屬靈上 復興以色列國 應該他們問 就是 主啊 我們應該怎樣 去把你的道傳開呢 應該就會問這些問題 所以 應該很大可能 他們想到 復興以色列國 他以為就是 耶穌來 就會復興以色列國 叫他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 好像舊約裡面說到 那些人 就會去耶路撒冷 去敬拜 他們就以為 這件事是 一個應變 但是其實 舊約的經文 是指到 列國的人 都會信靠耶穌 做救主 他們會 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從列國的人 都有很多人去到 敬拜神 去認識神 就不是指到 以色列國 就是 國家的復興 這個就是門徒 他們自己想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的 另外 dispensationalism 即是說 時代論 他們就很強調 很強調 就是神的原意 本來就是想 建立以色列國 當時成為一個 全世界都 尊崇的國家 他講到 本來神的心意 耶穌的心意 就是 當時就 他們認為 復興以色列國 就是千禧年 即是 他們認為 神本來的心意 就是當時成立千禧年的 然後 但是 以色列人拒絕 於是 耶穌就不能成立 就 將計劃改變 這個就是 Scofield 他有一個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就是時代論的 所說 就是說 其實 神的心意本來 是成就千禧年國 但是 那些人不聽話 所以 就 就 轉了 耶穌就轉了去 列國 那個信息 就改變了 列國 這個是很 他們是用一個 純粹是 物質性的 看舊約的經文 即是 認為舊約的經文 的應驗 就是以色列國 復國 他們看的 和猶太人看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說 以色列復國 而他們看到 就是千禧年的應驗 但是其實 我們看聖經說到 有一千年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的觀念 所以 我們看到神的計劃 並不是 是 在當時 叫 千禧年國道降臨在地上 其實 耶穌傳道的時候 也說到 神的國 神的國不在地上 在你的心 在你的心裏面 你的心裏面 就是說 說到 神的國道 就是 屬於 靈界的 是屬靈的 有人跟我說 這個是一個 時代論的看法的人 他說 他每次念到 主套文的時候 他說 願你的國降臨 他是即時想到 千禧年國道降臨的 我說 你看完 耶穌所說的說話 他的天國的比喻 在馬太十三章 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耶穌都沒有說到 千禧年國道的 耶穌只是說到 神的道 我們之前有看過 就是 天國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國道 傳廣 傳廣出來 然後 那些人 有些是好土 有些是 爐旁 有些是 淺土 有些是 驚激 他們 只有好土 那些就結實了 然後 神的國道 又好像 這個 芥種 殺了 其實不是芥菜種 原文 不是芥菜種 是芥辣粉 那種 那種的種子 那就是 會長大 還有 就好像 棉孝一樣 會變質 那個變質 不是不好的變質 是好的變質 就會變成為 生命的質素 生命的質素 會變質 那 還有 天國的比喻 在馬太25章 就說到 耶穌回來 耶穌回來 就 那些同女 有沒有準備好 有沒有油 這個油 應該代表救恩 然後 就是 五千 二千 一千兩銀子的比喻 就說到 人有沒有使用他的恩賜 有沒有使用他的生命 然後 就是 綿羊山羊的比喻 就是 基督徒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我們看到這些 耶穌完全不是說世上的角度 他講的 是說到 人聽了道 怎麼反應 人怎麼回應神 怎麼有沒有遵從神 有沒有忠心 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那這些人就可以進入永生 而耶穌並不是說到 就會有一個地上的角度 而是說到 進入永生 那些人進入永營 在耶穌的說話裡面 我們是看不到他講 有一個地上的角度 那 在 同時 啟示錄是有講到 這個 他們作王一千年 到底是 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那這個是 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這個是說到 新約時代基督徒的作王 那 我來說 我是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不過 我肯定一樣 就是從耶穌所說的話 我們看不到耶穌強調一個世上的角度 那 但是呢 以色列人 和門徒 當時來說 都以為是 他們在等著這個角度 那 這個就是一個 誤解 就是我順便回答關於 千禧年國度 關於 就是 到底他們期望些什麼 就是這個角度 到底是怎麼樣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我所回答的 就是說 大陸時 當 門徒民主 你要什麼時候復興以色列國 那 門徒其實就是問屬世的以色列國 是 耶穌對他們的答案 耶穌這樣答 扶憑自己的權命所定的日子和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降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了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體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那這裏耶穌是說的 一個屬靈的國度 是不是 是啊 很明顯是說到 全人呼音 那這一點 就是 是進行中的 是不是 不是已經完了 當然不是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呼呼 萬民聽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就是 開始 但他們其實不開始住的 因為耶穌叫他們等的 等聖靈降臨 那他們就在耶路撒冷等候 直到聖靈降臨 聖靈充滿 就是聖靈充滿 帶著能力 然後出去傳呼音的 而當時呢 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聖靈降臨 他們就 說謊言 又有神職歧視 耶穌也都 允許我們傳呼呼 聖靈降臨 他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聖靈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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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慢慢變成天主教 因為當時那幾個主教 在不同地區的主教 在那裡爭權 誰比較強 最後羅馬的主教 就說他自己是繼承彼得的那個 後來就變成天主教 就很多禮儀 很多儀式 對於神職歧視已經拒絕了 所以在初期教會之後 逐漸失去了聖靈充滿的觀念 這個其實是耶穌的心意 聖靈 譬如這裏 一張八節聖靈降臨 在你身上就必得了能力 然後去到地極作我見證 所以其實是教會失去了這件事 而至到二千年 一千九百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美國 就有人 他們祈禱的時候 開始有講謊言 然後一九零六年 就是在亞蘇薩街 羅省那裏 就有黑人牧師 就開始聖靈的聚會 很多人就經歷聖靈 就有講謊言 還有很多醫治 很多神職歧視 然後他們就去不同國家宣教 就開始了五秦宗運動 就是復興神的心意 就是有聖靈充滿 和神職歧視 隨著傳呼音的 嗯 好 就是說 耶穌答的時候 不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就不單止知道 是當時問耶穌那幫門徒 而是講基督徒 耶穌說的 是直接跟門徒說的 這句說話是跟他們說的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是後來一樣有很多人不明白 應用在他們身上 但是其實當時這句說話的意思 是 這個也是適經 當時耶穌真的對他們說的 不是你們知道的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 當然 應用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的 扶貧了自己權命所定的時間 時候 日期 就是怎麼復興耶穌列國 是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 都是應用在我們身上 但是當時是直接跟他們說的 嗯 明白 謝謝牧師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那我 很欣賞你有這麼多法文 這個非常好的 就是你去研讀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就是去 從聖經去找答案 那我很多次 我有時 適經的聚會 那我就 問一些人問題 我說 你看看經文 經文說什麼 但是發覺很多時候 人是 即時回答了我個人的回應 不是從經文的 那我希望 我們這個網上的討論會 會使大家 從聖經去找答案 就是什麼答案都是從聖經 而聖經沒有的時候 那個經文沒有 或者傳聞聖經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說 聖經沒有說 所以我們肯定 不過我們可以 有一個 在基督徒來講 有一個合理的推測 但是這個合理的推測 我們都不能夠說 一定是準確 我們只是按照我們的知識 我們推測 是這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養成這個習慣 就是適經的習慣 總是從聖經找答案 就不是自己 用個人的方法去找答案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啊 牧師 這樣復興 以色列國 1948年 算不算復興了 以色列國 應該算了 但是可惜他們 根本就是沒有信靠耶穌 還有他們其實是禁止 向猶太教的人傳呼吸的 現在以色列國 所以並沒有認諒 就是沒有認諒 這是第一步 那 我來說 我就覺得在大災難的時候 那些以色列人就在災難的時候 醒悟 由他們悔改 就在這個困難中去信靠耶穌 而同時基督徒也是 那時候發現 我們要面對大災難 那時候就靈命 我覺得那時候更加依靠神 不過呢 就受很多政治和敵基督的迫白 我明白了 牧師的意思是 到啟示錄的時候 以色列國才復興 我明白了 OK 就是末期 是 這樣也對 現在真的 好 是 現在是犯法的 我去到以色列旅行的時候 我有試過跟那些猶太人傳福音 不過我很小心 因為 他捉了真是犯法的 是可以 可以 捉他法庭的 他們是禁止向 以色列人傳福音 不過他們很多人就私下做的 那些人也未必控訴 他們未必抓他們 但如果 有些人是可以 他是違法的 在以色列國 你說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我看到有 為什麼他們禁止 他們傳福音 向猶太人 不能夠改變他們的宗教 不能夠改變猶太的宗教 他們是不是不信新約 只是信舊約 當然 猶太教就是信 猶太教其實有幾種的 有些就是 傳統的猶太教 他仍然相信神 他仍然相信 舊日所說的尼賽亞 不過他們相信 尼賽亞未來 有些已經是變成了 自由派的猶太教 他們根本就只是 覺得是一種 習俗 因為猶太教有很多的習俗 他們是他們的文化來的 是他們很多手的節旗 這些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對於這個神是不是真的 其實有很多猶太教的人 是未必相信的 所以有 自由派的猶太教 還有 是 信聖經 舊約聖經 不過就不信新約聖經 當然他們一定不信 並且他們 他們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影片 是一些猶太教的人信主 他們分享 當他們一信耶穌的時候 他立即被他家人拒絕 還有 在他們來說 耶穌這個字眼 是一個 他們禁止說 還有 是有很羞辱性的成份 的字眼 就是他們 猶太教的人 是不說這個字眼的 如果說到哪個人 是跟耶穌 是一個很羞辱性的說話 也都是這個難了 有些猶太教的人信耶穌 就是因為他一信耶穌 會立即被家人拒絕 看他為死人 甚至為他建造一個墳墓 即是說他已經死了 也有 肉乾的猶太人信耶穌之後 他們的見證 也同時 有些猶太人 就經歷耶穌 他們尋求耶穌的時候 看到耶穌 跟著生命改變 又被四年充滿 他們就四為傳道 也有不同的機構 其中一個是Juice for Jesus 猶太人 Or Jesus 為耶穌 的猶太人 Juice for Jesus 就是 是一個向猶太人傳呼音的機構 也有其他的 Juice for Jesus 是一個主要的 也有很多人 經常去以色列 希望向猶太人傳呼音 但是政府已經禁止了 難了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會 拘捕他們 這個就是看他們遇到什麼人 還有呢 我去到以色列 耶穌從橄欖山進去耶路撒冷 他就為耶路撒冷哀哭 那裡有一條路 在橄欖山進去聖殿 我們走的時候 發覺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兩邊 起了一條牆很高的 就是有兩個人 那麼高的牆 那麼 旁邊呢 很搞笑 有很多墳墓 因為 在薩加利亞書呢 就說到 神呢 腳踏 神呢 腳踏橄欖山的時候呢 那麼呢 就 這些猶太人就很想 就是他們很想應驗這個預言的 所以他們就 有錢的人就在那裡買墳墓 就撞了很多以色列人在那裡 也都有基督徒的墳墓 不過是少數的 多數是猶太教的 那麼他們就希望呢 當耶穌華回來 他們的心就是想著 耶穌華呢 想著神的 他不是想著耶穌的 當神回來的時候呢 他們就第一個 在那裡復活 立刻在 在橄欖山那裡復活 這個就是他們的願望 這個是 就是 那裡很貴的墳墓 那麼 那裡很高的墳 就隔開了 還有 左邊就是墳墓 右邊就是一些 屋來的 兩邊都是 建了一些很高的墳 那這個我推上 但我沒有就去查 其實可以查一下的 我覺得呢 因為那些 基督徒呢 就很喜歡走那條路 一邊唱 我山啊 我山啊 同主明來是應該清重的 一邊唱一邊唱 哇 那些猶太人聽到真的很煩 就是 你整天都在唱歌 整天都在走這條路 那他們所以做了一條很高的 很高的墳 讓他們唱歌的聲音封住 而且他們不是那麼容易看到耶路撒冷 那走到那邊看到的 就是初一開始都看到的 但是中間有些路是看不到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他們 封住他們 讓他們不要那麼 就是他們覺得 那些基督徒太過 太吵吵 就是在那裡猛地讚美神 這個就是其中在 在耶路撒冷我們看到的情況 好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牧師我想請問 那個 不是說 耶穌不是跟那些門徒說 將福音傳到地極 那就是 所有 全世界的人都有聽過福音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叫他們去傳 但是是不是全世界都聽過 這個是 還不是的 如果還不是 是耶穌回來的 事實上 現在呢 第一就是 宣教士是短缺的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 做宣教士 或者支持宣教士 叫更多 宣教士能夠出去 第二就是 在宣教時候 有些國家是非常之危險的 因為有些國家是 第一就是 不准宣教士來 所以去的宣教士 只能夠作為一個 旅遊 或者是做一些機構 一些活動 這樣的服務 就不能夠 說明是去宣教的 還有如果被捉宣教 是可以 有些地方是會被殺 被捉去坐牢 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有些國家已經不准宣教士 的了 所以很多人根本是 沒有聽到福音的 不過呢 因為 基督徒仍然很勇敢 是真的有相當的 基督徒是勇敢 所以 宣教是傳到很多地方 也都是 基督教另一個問題 就是 有很多的教會 是非常之軟弱 根本他們沒有能力 猜快宣教士 還有那些宣教士 也都不是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沒有聖靈的能力 是難的 不過 總會有果效的 即是宣教士去到不同國家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即是說 有些宣教士 他們所做的工作 沒有聖靈的能力 的時候 很多是 是很慢 還有很多 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 是很慢很慢 去幫人 經歷聖靈 帶領他們信主 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可惜的現象 那我在這個疫情流行之前 我都 一直去宣教 即是當我可以的時候 我回到香港 今次回到香港之後 我就一直去宣教 其實我當時 我是想著 就是拿著行李箱 去不同地方宣教的 我就很希望能夠 去訓練不同的人 但是 就因為這個 疫情 就停了 不過也都開始出 這個網上的直播 那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媒介來的 但是始終是 去到當地是會更加好的 但是 在網上也有更加好的 就是 讓那些認識我的人 他們可以訓練更加深入 不過因為我不是當時看到他的反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反應 只是憑他們做的功課 而事實上 如果互動更加好的 那我主要說的是什麼呢 真的 宣教上是困難的 就是 很多地方 甚至有時候 有些宣教士說是 burn out 尤其是沒有聖年充滿的 因為聖年充滿的 第一是給我們 有淑靈的力量 就是隨時祈禱 有喜樂 有平安 有力量 這個是我們宣教 第一樣需要的東西 但是有些 宣教士 他們是沒有這個淑靈的力量 他們呢 只是很 很隱約地經歷到神的平安力量 就不像我們這樣 能夠很強烈清晰地經歷到神的喜樂 平安 能力 神的醫治 這些是會加給我們力量的 所以他們在這方面 是 就是有些宣教士會burn out 就是有些人都跟我說的 他說有個宣教士現在有burn out 就是他耗盡 就是好像很灰心 那也有些人就因為他沒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只是靠宣教 還有靠一些活動 有些服務 所以那個進度是很慢很慢 那 有些很強烈的 我們大家會聽過的 就是布永康 他已經離世了 職勞歸主 那麼他做的報道會是很大的 那 但是同時我會這樣說 有些人做報道會 但是就少去訓練他們去怎樣成長 災陪他們成長 然後訓練他們去傳道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訓練當地人去傳道 是比較我們這樣 時時的去 是更加有效的 那 因為聖靈工作 也有我去的地方 譬如 曾經去過一些 一些敏感的地方 我不說國家的名字 那些敏感的地方 他們都說 啊 你快點來做多一些報道會 我說我可以做報道會 不過我最想做是訓練你們 因為如果報道會 我只是今 這一場聚會帶到那些人信耶穌 但是你們受訓練 你們有聖靈的能力 你們懂得教導聖經 你們懂得栽培人的生命 那你們可以繼續去 去帶來更大的祝福 這個更加重要過我帶領聚會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那些宣教士就去帶領聚會 也有不同的人告訴我 他說你是第一個來訓練的宣教士 其他宣教士多數就是做聚會 這個講到聖靈聚會的宣教士 聖靈充滿的宣教士 很多時候就去做一些聚會 有醫治趕鬼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 哇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很厲害之後 等下一次這個宣教士再來 那其實不是當地人去做 而當地人去做 我也發覺有很多的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他們有時候很強調那個能力 就不是強調跟耶穌的關係 也很少強調怎樣跟神關係 只是叫人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做 你要做什麼 我跟他們做功課的時候 他們經常說你們什麼問題 然後你要做什麼你要做什麼 就是一個律法性的吩咐 但是我們發覺聖經所說的 就是因典推動人 神在我們身邊有奇妙計劃 你遵從神 你愛神是奉神 神一定喜悅 神為愛祂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 各樣的因典 神會將很多因典賜給你 你聽從神是最好的 用因典推動 那些人就會知道神好喜悅他 神歡喜他 神栽培他 他們就更加有動力去遵從神 其實我回答你 我順便說一下現在宣教實際的情況 當然我也這麼說的 傳統的宣教士 也有些真是很有果效 就是不可以說 就是不一定是果效少的 不過我覺得他們有四年充滿 那個能力會更加大 OK 長毛有問題 我又想問 譬如他們有些宣教士 他就說很認真地說 他說是聖靈的感動 要他去沒有一個地方去做宣教 但是為什麼他去到呢 只是可能維持不到一年 跟著就沒有帶到人信主 那麼他就沒有了這個宣教 就直接回到自己家裡 那裡去那個地方 就沒有理會了 這樣 有些是這樣的 不過也有些是長期留在那裡的 有些就是 好像我這種 就不是長期留在那裡 我去一個地方 跟著第二次又去另一個地方 那時候我來說 是一個月去一次的 一個月去這個地方 下一次去哪裡 就是我以前來說是這樣的 但是呢 有些宣教士就留在那裡 真的有人留在那裡 你說的情況 也有些人真的 就是果效不強就回來的 那麼 譬如香港來說 世包小組網絡 他們那個宣教士 都是很好的 那麼他們有一個強調點 就是 那些人不用一定要很厲害 才做宣教士 不是一定要傳到人 那麼他們呢 就談起了若干的評訊圖 是去到那裡 做不同的宣教工作 那麼有時候 有些都是在過程中成長 那麼我以前經歷聖靈的教會 都有幾個人去了宣教的 有去日本 有去 有一個敏感 其實有兩個是敏感國家的 我現在不說出來 都是夫婦來的 就是很感謝神 就去了一些敏感國家 那麼就 這個也是現在發生著的 那麼我也有支持他們的 宣教工作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關心 還有呢 也都很重要就是我們本地的宣教 就是不要只是想外地 我們本地的基督徒 能不能夠向周圍基督徒 向周圍的人傳呼吸 以及建立基督徒的靈命 因為太多基督徒是沒有這個傳呼吸的心的 沒有建立人靈的心的 是 就是個個 它的果子是很少的 那麼如果興起更多人 有這個心態 我們要帶動更多人來更新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可惜就是 不是很多人有這個心意 那麼也有些人經歷聖靈呢 他們只是停留在經常領受先知性的訊息 或者領受恩高 但是又不用用 所以是很重要我們去使用 我們受訓練又去使用 去更新更多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意 那麼我也希望大家 在這個Zoom的課程 和我們那個時奉操練課程 都邀請你周圍的朋友去參加 讓他們能夠被訓練 那麼我們也有些人 就會介紹一些人 就說他們也有心事奉神的 那麼我 這些是我們最想去建立的人 但是任何平信徒都可以被神祝福使用的 這個就是我的心意 而我希望大家都為復興宣教事工來討告 我們的心意就不是 我們的支出其實很少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主要就是幫助那些非洲國家買的儀器 還有如果可以再出去宣教的時候 就是那個宣教的旅程所用的錢 就是我們那些奉獻的費用 就是我們主要不是找多些奉獻 我們主要是訓練人 靈命更新 包括訓練 現在很多就是非洲的牧師 訓練他們怎樣更加有效 全高音 主要是訓練和更新人的靈命 在香港和不同國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當你上這堂的時候呢 都去影響一下你周圍的基督徒 影響周圍的未信的人 也都可以帶他們來見我去幫助他們的 你那個時工那裡是幫到我了 有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呢 都不是要怎麼做 還有我自己現在可以學習 學習怎樣可以跟別人聊 所以昨天呢 我兩點半鐘去到那裡 剛好呢 那個道理很好啊 幫助我很大 感謝主 很欣賞你 昨天呢 剛剛因為我見幾個人呢 因為 他就是有人呢 就帶他的父母來 就幫助他堅定去信仰 因為他父母剛剛信耶穌 那就還有很多生命的問題 那當時啊 雙真都是早來 就可以聽一下 我怎樣去幫助這些人 那這個都是一個好的學習 其實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我們多數我們不一定 時時都有的 一點半有時候都會見一些人的 有時候是我見 有時候Rachel 見 那去幫助一些人 可以去建立他們的靈命啊 為他們祈禱啊 這樣 OK 好 就是我們的心意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大的群體 我希望大家呢 會珍惜去支持 去參與 以及邀請人參加 讓我們能夠影響更多人靈人更新 因為實在太多人是 沒有這種火熱的心 或者他有這個心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做 那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幫到人的地方 而我們就不是為了錢的 我們不是為了他們的奉獻 我們只是為了他的生命 好 我們祈禱一下 大家放鬆人 站起來 我們都感謝神 其實有陸續不同的人 有經歷聖年充滿 喜樂啊 方言啊 昨天有一個呢 在祈禱的時候又經歷了方言 就是 神都是 他的能力 臨在我們當中 方言是聖年充滿其中一個 一個的表現 但是我們不是單是追求方言 最主要就是愛慕神 經歷神的平安 喜樂 興省 能力 靈命更新 然後呢 方言也是其中之一的 這個也是我們 希望幫助更多人靈命更新 被神使用 去發揮出來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你是充滿大能的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信靠你 尊心仰望你 你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王 萬皇之王 萬主之主 主在你的心裡充滿憐憫 你很憐憫 這個世上很多的人 而我們見到很多國家 都是有禁止宣教的活動 求主 憐憫這些國家的人 真是 他們是 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是很難聽到福音 求主 使用神跡歧視 使用你的意象 向這些人顯然去拯救他們 也都 使用一些勇敢的基督徒 向這些人傳福音 去更新人的靈命 因為太多基督徒 是沒有這個火熱的靈 沒有這個目標 只是為了追求自己得到一些東西 並沒有關心天國的事 求主思恩 憐憫你的眾兒女 也都憐憫我們有參與 我們的Unsume 聚會和參與課程的人 心裡火熱 靈命更新 被你完全的更新 不再是轉磨自己 因為人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 什麼換生命呢 就算我們得到一切 世上的東西 失去了生命 或者我們生命不發揮的時候 都是浪費生命的 求主幫助我們 整個生命獻上給你使用 必然被神使用 必然被提升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賜復興的火 賜給我們復興的燃燒 復興的火燃燒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裡火熱 求主賜復興之火 求主賜聖靈更新 天燒教會 能得無窮你倆 著者黑暗世代 著你光輝 從吳吳靠木會 同得你倆 著者 對不起,我忘記了歌詞 祝福年文 有誰會唱的 立刻可以開麥克風 來唱一下我 找一些歌詞 求主賜我們復興的火燃 賜我們復興的心 多謝主耶穌 多謝主耶穌 神是賜我們復興的心 燃燒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裡火熱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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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的大恩大愛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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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ursos 還贊歸給天父 說burn out 是不是? 是啊 因為做神的事工實在太多了 很累 很多很多的事情 密麻麻去做 所以搞到自己 沒得休息 很累,令自己都覺得有少少 開始精神緊張 OK 好 我想說,第一就是我們量力而為 如果 我們發覺自己做得太多 會累,我們就要減少 有些是否一定要做 你說到有些你發聖經的經文是好的 不過是否一定要做 和怎樣發 就是怎樣發 你用很多時間 很多心力去發的 我就說你真的不行的,你就減少一些 你所做的工作 另外一點就是 我如何從主得力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經常都是親近神 或是寫的 我經常都寫的,但為什麼我不累呢? 因為我一直做的時候 我一直說這些是神喜悅的事 我可以得力的 神歡喜的,神在那裡開心的 就算我幫人的時候 有些人不聽話 不要緊的 我做了,我是榮耀神 他聽不聽話呢? 是一種神是歡喜的 當然我希望他聽話 我心裡會掛念他們 但是呢 他們不聽話的時候 我不用背著 我不會擔住一個淡子 因為其實是我們 心靈的壓力 有時候是我們給自己的壓力 我要做這麼多 我要做這麼多 這是一種心靈的壓力 我們不需要給自己 限制我們做多少事情 我們需要衡量 我們自己的能力做到多少 另外呢 就是說 我隨時做的時候 都一直讚美神 開開心心地做 不是心急地做 發覺自己心急就要調教了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都很多 但是我又不會心急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心急是沒有用的 是會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這也是處理生命的一部分 就算我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唱詩讚美神 阿里路呀 阿里路呀 譬如我開始移動 你會發覺我一直在唱歌 一邊做東西 一邊做 就是好幾樣東西 所以我最後呢 寫出一個清單 還有整十樣東西 我要做好 十一樣東西 我才開始 開始Zoom的 我會確實我這樣做完 因為以前試過 有些沒做到 那天錄得不好 錄不到 那樣 我來說呢 我也不讓自己去一些 好像去 去罵自己 你又忘記了一張東西了 你又做漏了 今天錄不到 我不會去說自己的 不要緊 或者有人和我同工 有些東西脫漏 不要緊的 下次小心就可以了 我常常的重點就是 下一次 不是今次 今次做錯了 就是下一次 留意 總之 任何東西加增我們壓力的 我們都處理 讓我們在事奉和人際關係 都不要帶著壓力 任何人有不好的 不用這麼 放在心上 其實 我看到周圍的人 我都有時看到他們很容易受 一些壓力 那我都是 持續的教導 就是說 放手 不要緊的 他們做的 不能拿走我們的恩典 這樣 OK 我沒有回應你 還有從神得力 怎麼學到 放鬆了 就可以起落了 一覺得累 就可以讚美神 得到喜樂 所以喜樂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得到喜樂的 從心靈發出對愛慕神 得到喜樂的 保持日 都有這個喜樂的狀況 就在心靈發出對愛慕神 做夢想 而喜樂的 有此 快樂 成功 有此 當苦 有此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